疑似粮油香歸曝光 经纪说只得一张床 青年新政梁仲恒和邮惠晶上周三涉嫌因非法集结 一起在湾仔金乐大厦被捕 最近他们租住的单位以620万放售 本行成功约到经纪 不过因为租约未完只可以参观天台 天台属半开放式 粮油将自己范围的地方用木屏风隔开和上锁 留下一条小小通道给其他住客进出 但是现场有点凌乱 弃置了一张旧床褥 一个已经饮光的酒瓶 两个倒转放的胶箱 山寿的迷你烧烤炉和家板 地上还有不少紫碎和垃圾 经纪透露 单位采用开放式设计 只有一间房一张床 粮油孤男寡女都不知道怎么分一张床 记者在外面视察 单位内所有窗都贴上遮光纸 极度隐蔽 经纪表示 粮油去年10月即是他们当选立法会议员 无奈就乘租 目前月租19,000多 租约原定明年到期 但是业主租给粮油无奈就放售 记者问他们是不是麻烦租客 经纪就杀有介绍说是正常租客 有交租